正知见犹如人生的光明塔 能够帮助我们走正确的道路 正知正见就像人的眼睛 因为有锐利的眼睛 所以可以将事物看得清清楚楚 即使远行也不会在途中迷路 正确的知见也像一盏明灯 能够照亮黑暗 就是说让我们各位信徒可以知道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见报心 我们的见报心就是 受到我们过去的所情的因 一生你所得的教会到底是怎样 你有这个教部现情的时候 你应该去宗教来说的时候 你要走政法去帮助你 这个宗教免免 这个宗教免免免免免 就是旧党求扇 我们很多都求扇 所以出现很多问题 因为我们呢 台湾总有信用自由 所以你法官不正格 你这法官就无法做 这是希望各位 这个佛的菩萨 你会当贴会的所在 政治正见也可以说是正确的人生观 佛法告诉我们 仍要有正确的人生观 才不会迷失 从政治正见去建立一个完整的人格 而后再进一步提升 有了政治正见 才知道要修复会与智慧 思想观念 进化了智慧就会启发出来 十方新闻归文许建一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